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说呢,这个两边都骗完之后 这大学生自己藏起来了,他说 The student hid in an archway nearby where he could watch and hear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锯的主干结构 这个学生藏在了附近的一个柱廊里边 这个archway叫柱廊,咱们一会儿看图片会看 就是都是大柱子上面有拱顶的柱廊 nearby是附近的修饰这个柱廊 然后呢,后面是一个定语丛句 是在这里怎么样呢 他能够看见和听到每一件发生的事 后面那个that why not 但是定语丛句修饰先经词everything 好了,这是大致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首先,这个学生藏在了一个附近的 有拱顶的走廊,咱们的大的柱廊 我们看什么叫archway 就类似这样一个结构 你看两边是柱子,中间有拱顶的 这大柱生可能藏在一个大柱子后面 这叫做一个,我们看着图大声就变 archway archway 因为咱们第六课说过这个arch 本身就表示拱,桥拱或拱顶 中间是拱的,这么一个能走过去的地方 叫archway,就柱廊,有拱顶的柱廊 还有我们回忆一下在以前第六课讲过的 有拱顶的拱廊街,就是购物的地方 这个叫arcade,上面有个拱顶 就是下雨刮风都能去买东西 这个叫,再读一下,arcade 这叫拱廊街 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说桥拱和拱顶都能用它 比如在北京著名的十七孔桥 叫Seventeen Arch Bridge 这个因为arch名词做定语,所以用单数 它做定语用单数 还有我们说著名的凯旋门 Arch of Triumph 咱们以前说过Triumph这个词可以比较得胜 凯旋的意思,凯旋门这是个大拱门 都可以用它 另外注意一下archway后面的Nearby Nearby在这儿是个副词 它可以放在这个东西后面来秀是附近的 位于附近的这么一个拱廊街 这个Nearby是副词 这么来用是正确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形容词来用 A nearby archway 当形容词可以放在名词前 附近的,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么用错了 A near archway错了 为什么呢 这个Near它表示距离上的近 它不能够做前置定语 它做前置定语的话 这个错了 它可以表示做表语 我就这么说 表示距离的远近 比如说 The archway is very near 这个柱廊离这个地方非常近 是可以的 这个表示地理位置上的近 用形容词前置定语 应该用形容词 Nearby 而不能 Near Near表示距离的近 应该做表语 那么表示这个近 它Near如果做前置定语的话 它应该表示时间上的近 或者是亲属关系上的近 它不能表示地点的近 此话怎讲呢 咱们看一些例子 In the near future 叫做在不远的未来 这个Near做定语了 它表示时间上很近 离现在不远 再比如说A near relative 一个近亲 血缘关系很近 但Near做前置定语 不能表示地点近 前置定语应该 Nearby 英语中规矩套子太多 特别讨厌 但Near做表语的话 是可以表示未至近的 注意这些表达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要注意 好 然后看定语从据 它在那里能看到 和听到每一件发生的事 然后呢在这个 Wear这个定语从据 翻译的好 你看我们译文 183页第三段 翻译成在那里 你看在那里 在那儿 它可以看见 听见现场发生的一切 在这儿 不应该按照定语从据来翻译 你不能翻译成 藏在一个在那里 能够看到 和听到现场发生一切的 这么一个柱廊后面 这个不通顺 藏在一个柱廊后面在那儿 它能够看见和听见 每一件发生的事 其实在这里面 这个定语从据 类似于一个病人的句 甚至类似于 这么一个原因状语从据 Because he could watch and hear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there 这个也行 或者是 And he could watch and hear everything that went on there 这个都行 但是用病人的句 或状语从据的话 都得加廉词 后面还得加地点状语 there 但用定语从据一个 为而关系复词就好了 所以它比较简洁 以后我们说 在那儿怎么怎么样 一样可以用 为而引导的定语从据 咱们试一试 我说我的暑假 是在乡下度过的 在那儿 我可以更不受打扰的生活 我要考研究生吗 现在我在暑假里面的闭关 没有人打搅我 在那儿 咱们一样可以用 where引导 因为前面就用乡下 在最后呢 它上一句话 末尾的词 是下一句话里面的一个成分 咱们就可以定语从据了 更不受打扰的生活 咱们在第八课 著名的修道院见过一下 咱们看看是怎么说的 这个在第八课42页的第14号 42页第14号 他说 The monks prefer winter to summer for they have more privacy 这些修道士们 更喜欢冬天 而不太喜欢夏天 因为冬天 他们可以更不受打扰的生活 有更多的隐私 清净个人自由 have more privacy 当然引导中privacy都行 这个我们看看这句话 可以怎么说 转回来 我的暑假是在乡下度过的 I spent my summer vac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在那 I had more privacy 就好了 再回顾一下这句话 这个spent 就是动词言之spent 咱们讲过 不但可以表示花费 也不是度过一段时间 咱们说过 summer vacation 就暑假 in the country 就是in the countryside 意思一样 在乡下 那么where在那里 我有更多的隐私自由 不受他人打扰 这个privacy privacy 两个翻译都行 privacy 一般是英诗的privacy 一般是美式 这个翻译 都行 好 然后他就 就等着 再看热闹 再看笑话 果然 sure enough a policeman arrived on the scene and politely asked the workman to go away sure enough 固定搭配 不能翻译成足够的肯定 果然 果不其然 果然 不出我们所料 叫sure enough 固定搭配 这个在未来还会碰到 我们复习吧 在第十九课 咱们曾经见过一次 在第八十六页的第十五 八十六页的十五 sure enough Rustus arrived punctually at seven o'clock that evening 果然 这只小猫咪的Rustus 在那天晚上七点钟 准时就回家了 就正如预期到的那样 sure enough 做固定搭配 可以背起来 果然一个警察 arrive on the scene 就到达了现场 on the scene 作为固定搭配 也希望大家背一背 叫在现场 或者是到现场 这个我们可以把scene 这个词换成spot 这个词也行 咱们还记得 在第一课中 我们说过spot 这个词可以表达地点 在这个地点之上 on the scene on the spot 都行 在现场 或到现场 都可以 这个spot 表示地点 我们在新冠天二册 就应该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在二册的第七十四课 在舞台之外 这个词 二册的第七十四课 里面的一句话 meanwhile two other actors Rockwellslinger and Merlin Greaves had carried two large food baskets to a shady spot under some trees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演员 就Rockwellslinger 这个人 还有Merlin Greaves 这两个人 怎么样呢 拿着两个大的 绳食品的篮子 到了一个背音的地方 在一些树下的 一个阴凉处 a shady spot 一个阴凉的地方 这个spot 在这是地点的意思 on the spot 或on the scene 叫在现场 到现场 本分钟 也可以换成 把它换成 arrive on the spot 意思完全一样 好 这个on the spot 到52课 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是多意搭配 还可以表示当场 或者立刻 它可以马上做这个事 或者当场 就做这个事 这个时候咱们 一般不说on the scene 这是on the spot 就是多意词了 咱们看看 52课的例句 236月的第13号 236月第13号 He would invent fanciful names on the spot 它可以当场 或者立刻 能够发明出一些 想象中的名字 就瞎编一些名字 现场 当场 立刻做模式 Do something on the spot 这个跟中文中 这个当场 做有异曲同时 马上不加思索 马上可以编造 这个名字 并且呢 这个警察 一开始很客气 那politely 礼貌的 要求他们 赶紧走吧 不要淘气 他回去上学去 不要这假扮工人 再破坏公共设施 然后这个 当然这两个工人呢 以为这个警察 是大学生的 工人可能也没有 什么文化 可能态度很棒 你去去去 你一边待着去 你去 手倒什么了 一边待着去吧 你 所以这工人 非常粗鲁 这警察就不高兴了 你看 When he received a very rude reply from one of the workmen he threatened to remove them by force 当他遭到了 一个工人 非常粗鲁的 一个顶嘴的时候呢 他生气了 威胁说 要用无力 强行 把他们带走 这个 当他 这个receive 是复习 在这不翻译成 接收到了一个东西 我们说了 receive 加名词 它是个书面的表达 可以表示受到了 得到了 如果倒霉事呢 也表示遭到了 本身遭到了一个 非常粗鲁的回应 就遭到顶嘴呗 就这个意思 对吧 我们复习在第八课中 出现过 42页 最后一行 这些年轻人 喜欢山群的宁静 总是在圣伯南的 修道院 受到热烈的欢迎 receive a warm welcome 怎么还记得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还有23课 114页的第九行 114页第九行 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d abuse than a common garnered snail 没有任何生物 得到的表扬 和遭到的谩骂 能超过常见的 花园蜗牛了 受到表扬 receive praise 遭到谩骂 receive abuse 比如辱骂 有这个意思 好 还有我们在这个 第31课里面 146页第二场 146页第二场 This exhibition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这次展览 得到了新闻界 广泛的关注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得到广泛关注 因为呢 尽管这个绘画作品 被认为是 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其实是 低级自己化的 受到广泛关注 还有我们在 第四册的28课 病人和医生 四册的28课里面 那么到医院的 这个门诊部 看病的病人的 大多数 怎么样呢 觉得他们没有 得到充分的治疗 得到充分治疗 是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咱们刚刚讲过 treat是动作物治疗的意思 receive 动作物治疗 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得到充分治疗 除非他们能够带回家 一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药 像什么 一瓶药 什么一盒药片 或者一小瓶药干 等等等等 否则他们就觉得 没有得到充分治疗 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这是老知识复习 咱们再复习几个 得到支持 receive support 就不一定会 be supported 用动作被动了 对吧 再比如说 受到了良好教育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对吧 再比如说 遭到了重重的一击 receive a heavy blow 遭到了重重的一击 遭受重伤 receive a serious injury 答案 you can suffer from a serious injury 都行 这用识是很灵活的 这遭受到了 得到了 等等等等 倒霉的事就遭到 本文中是遭到了 有一个工人 非常粗鲁的一个回应 就是一个顶嘴呗 他威胁说 要用武力强行 把他带走 咱们刚才说了 threaten to do 有两个意思 如果人做主意的话 咱们翻译成威胁说 本文中是人嘛 他威胁说 用武力强行带走 但如果要是 事物做主意呢 就不能翻译 威胁说了 事物博客说话嘛 得翻译 有什么什么样的威胁 有某种威胁 这个用法 在新隔天三册中也有 你看三册这 保护应有尽有啊 我们看一下 在216页第四行 末尾到第六行 就47课里面 216页第四行 末尾到第六行 We keep trying all four methods but the sheer volume of rubbish we produce worldwide threatens to overwhelmness overwhelm可以表示淹没了 像大水帮某个地方淹没一样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 在使用这四种不同的方法 就垃圾处理的方法 这书中代言了 就讲垃圾 但是我们的世界各地 制造出来的这些 海量的垃圾 有把我们淹没掉的威胁了 不能说威胁说要淹没我们 有什么时候的威胁 threatens to do overwhelm叫淹没我们 这时候threatens to do 两个意思 在本文中 人作主义是威胁说 威胁说 用removerment把它弄走 by force 就用无力强行弄走 这个工人一开始 没大回事 你看 the workman told him to do as he pleased and the policeman's telephone for help 咱们先看看 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工人怎么样 told him to do as he pleased 这个and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中 有一个这个方式壮业从句 这个as按照 或像什么什么那样 这个please做动词 是喜欢高兴的意思 你爱干什么 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并且这个警察呢 打电话寻求帮助 and应该有两个并列句 第一个并列句中 签讨一个方式壮业从句 咱们注意这个please 在这是个动词 咱们一般可以做语气词 请坐 sit down please 但本文中是它动词来用 就是乐意或高兴 表着高兴或者乐意 as you please 就是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你不要把我们用武力弄走吧 你试试看 就你的小哥们 我一撅就舌 你还把我们弄舌呢 我把我们弄走 我们俩工人你看 大胳膊跟着 比你大腿都粗 你还先去帮我们弄走 你试试看吧 哎干嘛干嘛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come whenever you please 这个please是动词的 这在whenever从句中 到位动词的 什么时候高兴就来吧 什么时候乐意来就来呗 这个please 高兴乐意 就是你乐意干嘛就干嘛 并且警察一看 真打不过 不行这俩工人太装了 怎么办呢 telephone打电话 for help 打电话求助 surely afterwards former policeman arrived and remonstrated with the workman surely afterwards 这个固定搭配 在26个说过一次 叫不久之后 相当于before long 不久之后 surely afterwards 当大费背下来就行了 不久之后 或者过了一会儿 又来了四个警察 到达了这儿 并且呢 向这个工人提抗议 规券 那么赶紧走 这个remonstrate 或者都能remonstrate 或我们加with 词中讲了 叫规券 告诫 或者抗议 就是你们快走吧 不要淘气了 要不然我们真不客气了 然后呢 as the man refused to stop working the police attempted to seize the pneumatic drill 这个s在这儿 还是引导原因状怨从拒 因为这些人呢 就是俩工人了 拒绝停止工作 这个警方呢 怎么样呢 attempt to do 释除 释除把这个封钻 给它夺过来 这个seize 我们在第六个讲过 类似于这个grab g-r-a-b grab 夺 抢夺的意思 释除 抢夺封钻 咱们看这个 是不是这插头里边 在在抢封钻这个动作 然后呢 the workman struggled fiercely and one of them lost his temper 这个工人们在非常激烈的 在挣扎 并且有一个工人发脾气了 确实嘛 警察现在又来四个家 第一个五个人了 五对二 这俩工人 他狠转也打不过了 激烈的在挣扎 fiercely 就激烈的 他们猛烈的凶猛的 他们的fierce tiger 不是猛虎吗 并且有一个人呢 这要注意翻译 loose one's temper 不能翻译成 没脾气了 有工人没害 算了吗 就给你吧 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发火了 丧失了对脾气的控制力了 loose one's temper 叫发脾气 他的反译词顺便记住 就忍住不发脾气 叫keep one's temper loose one's temper 发火 keep one's temper 忍住 不发脾气 不发作出来 短文中说 有一工人发火了 he threatened to call the police 这个threatened to do 但是威胁说 人做主意了 他威胁说 要给警察去打电话 要报警 警察一听 扑吱乐了 你看 and this the police pointed out ironically that this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as the man was already under arrest 对于这句话 警察们非常计讽地说 你要报警 根本没必要报警 大可不必 因为你们两个人已经被捕了 我们就是警察 你们已经被捕了 你们就跟警察在一块待着 用不着报警了 咱们看看这个语法成文分析 at this 借此团义做壮语 针对这句话 这个this 只是上面说的那句话 他要报警这个事了 怎么样呢 警察指出 ironically是 副词做壮语 就修饰point out 这计讽的指出 不然我们说指出 或提醒他 提醒我们说 提醒他们说 或指出 什么呢 whomand that 从今当时避语 从今so point out的避语 指出说什么呢 这个事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几乎是不必要的 就类似我们中文说的 大可不必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就大可不必 为什么呢 as还是修饰 去引导一个原因状态从举 as反正因为 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被捕了 be under arrest 被捕了 就固定搭配 咱们这个搭配 一会儿会详细地展开来说 好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at是针对对于了 this指上文中说的这句话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个小知识 在写作中注意别用错 在英语中 这个this和that 这和那 这两个词 尽可前指 就指代上文中出现的东西 但一般来说呢 只有这个this可以后指 指代下文中出现东西 一般不用大 只能this 而上文中 this和那是都可以的 这都可以 你看先看看在本剧中 他威胁说要报警 对于这一句话 警察激风地指出 你看这个this 是不是指代上一句话 他威胁说要报警 针对这个事 警察说不用报警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跟他类似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22课 110页的第18号后面 110页的第18号后面 看这句话 finding that he could not remember word of the letter either the jailer replied the light is in the dim sire I must get my glasses with this he hurried off the stage 还从this前指 对吧 发现他也一个字 也记不住 于是这狱卒呢 就回答说 哎呀 陛下光线确实很暗 我必须去拿眼镜去 一边说着这句话 他一边匆匆走下台去 这个this 就是前面画横线 他说的这句话 一边说着这句话 我随着这句话的出口 他就下台了 这this 也是前指 只在上文中出现的一个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名句 比如说 汤雷特里边这个著名的句子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个用that也可以前指 我们说this that都可以前指 生存还是毁灭 活还是不活 这还是个问题呢 这个that是前指 是可以的 再比如说我们看 马克图恩说的这么一句话 good friends good books and the sleepy conscience this is the ideal life 这个用this前指也行 好朋友 好书和一个 沉睡的良心 这就是理想的生活 这个this前指 我们前指this都行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就是指着这个this嘛 有好书看 有好朋友在一块陪着你 还有一个睡着了的良心 就是一个踏实的良心 如果不干了亏心事 良心就不安了 这个良心 他踏实在那儿困 都困了睡着了 那是安静的踏实的良心 这就是理想生活 有好朋友 有好书 不缺德 这就是理想的生活 很有趣 咱们再看这个 古希腊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说一句话 这是后指 后指一般指中 this 即 Herodotus 希罗多德 他这么说 of all men's miseries the bitterest is this to know so much and to have control over nothing 在所有人类的痛苦之中 最痛苦的是这件事 指货们的 画横线的部分 这白颜色的 是哪个事呢 知道的很多 但是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控制它 就是我们正板桥说的 难得弧度 知道太多了 又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可能是最内心 最痛苦的事 知道很多真相 但没有办法 自己无力解决 这是最难受的事 注意this可以后指 但前指 this都行 我们在写作中注意就好了 然后呢 后面说 the police point out ironically 这个point out 咱们说过 指出或提醒默儿说 别忘了啊 你们现在已经被捕了 指出 36课咱们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166月的13行 最后到第14行 166月13行 最后到第14行 France put score on the idea point out that hi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France对此想法 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提醒他老婆说 他的兄弟在战斗中 已经死了 指出提醒默儿注意 point out 这个固定搭配 是对的 本文中说什么呢 this will hardly be necessary 这大可不必 因为这些人已经被捕了 被捕叫 be under arrest 这个ander加名词 可是个非常多的 一个表达 都是表示处于某个状态里面 be under arrest 被捕的状态吗 被捕了 我们看几个常见的 be under加名词 记住 这个an表示nail名词 处于某个状态 被捕是个状态吗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car is under repair 我的汽车正在修里呢 正在修呢 就还不能用 别人听说 我听说你买了 梅塞德斯奔驰 我借着从我家乡 拉了很多生猪来 你可怎么样 对不起 my car is under repair 对不起不能借 我的车正修呢 坏了正在修 the castle is under attack 这可能男同学更熟悉 在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上来听说 城堡正在招数攻击 正在被攻击 be under attack 敌人正在围攻 我们的城堡 castle是城堡的意思 对吧 还有 the subject is under discussion 这个主题 正在被讨论之中 正在讨论 现在没有结果 大家正在讨论 be under discussion 见过之后 都可以放心用了 我们老师说过 听过的再写 看过的再说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这个我们见过之后 就都可以放心用了 under加名词 处于某个状态 咱看更复杂的一些 比如说 the matter is under consideration 这个事正在考虑之中 没有结果 大家不知道怎么样 正在考虑 正在考虑 就be under consideration 再比如说 the patient is under observation 怎么翻译啊 这个病人 正在观察之中 现在还不知道 能不能痊愈的 正观察 观察看看 知道效果如何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案件怎么样 正在调查之中 注意调查之中 却不用in 用under固定搭配 建过之后 建议大家背起来 习语建议背诵 还有呢 the bridge is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大桥 正在建造之中 be under construction 在建造之中 the building is under renovation 这个大楼 正在整修之中 翻新 整修 叫renovation 也是跟under搭配 正在整修 翻新之中 我们再读一下 最后的词 renovation renovation 整修翻新 因为如果把ire去掉之后 换成innovation 是创新 renovation 就新了之后 就了再次新起来 就整修翻新 这在翻新之中 有的时候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你干脆就告诉我 under加名字表这个状态 我们都会用了吧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没有见过 不能自己瞎编 比如这个东西 正在展览之中 be on show 就不能说 be under show be on show on exhibition 就不能说 under exhibition 他并不是每个地方 都加这个 这个under 见一个 记一个 这些都可以 跟under搭配的 我们见过 就可以一块用了 你们不用报警了 因为你们已经被捕了 然后这工人一看 真是没辙了 这五个人打不过呀 这工人呢 这个 他也会动脑筋 张飞有时也动脑筋 他说 Pertending to speak seriously one of the workmen asked if he might make a telephone call before being taken to the station 先看看语法证文分析 前面这个 Pertending to speak seriously 是个非味动词 在这可以看作一个状语 来用了 就假装非常严肃地这么说 可以看作一个伴随状语 这个是谁假装呢 我们说非味动词 一般来说 它的逻辑主语 应该跟主义主义统一 就有一个工人了 有一工人 假装很严肃地这么说 他就问问 我们if从去到巨末 当然是并于从去的 问什么呢 他能不能在被带到警察局之前 先打个电话 before 我们说在什么什么之前 做连词 做借词 做副词都可以 在这里当然做借词 后面下being 就动名词了 在被带到警察局之前 动名词用的是 动名词的被动 一般式的被动 这个就是我们问 我能不能你把我带走之前 我给家属打个电话 通知家属啊 都老不看不回家 干着急吗 这个说的是对的 这个说的是对的 好 这个 在前面没什么说的 在后面 before being taken to the station 这是动名词的被动 一般式的被动 咱们再复习复习 在第四课就说过 大概看个就行了 动名词的实态和语态 实态 有一般式和完整式两种 语态简单 就主动和被动两个 一般式的主动用doing 一般式的被动用being done 一般式没有任何这个时间上的限制 无论什么时候发生都行 都可以用doing和being done 就一般式是万用的一定正确 而完成时呢 一定强的这个动作发生的更早一些 它是先发生的 主动用having done 这个被动用having been done就好了 本文中当然应该用被动 被带到警察局之前嘛 打电话是先发生的 带到警察局是后发生的 所以本文中只能用一般式 一般式的被动being taken to the station 它用的是对的 因为打电话是先发生的嘛 而完成时要强求先发生的 用一般式正确 但用完成式的地方都能用一般式 完成式对时间是没有要求的